韩国瑜为菜碧鲁站台 当跳键是先用这个来补工吧 好 合伴的单位 用叫补工 照样在韩国瑜跟菜碧鲁的声音上 比较亮点 所以用这个来解决这个指导 来韩国瑜宣言 这么讲 谢谢 谢谢 我现在这个声音 请问好没有听你吗 谢谢 今天最重要的我们清水的大清水区 蔡碧鲁准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廖伟霞 然后也是立法委员参选人 还有我们张艺长 还有我们金堂修 还有沈志伟委员 还有各位所有的立法委员 还有谢理工秘书长 子妇还有我们最强菜犯嘉欣 这位大清水地区所有的乡亲父老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好 早上在高雄煮食 会不会在台南 现在晚上来台中海参 越来越冷 到现在要感冒了 还好各位的热情 让我们都融化了对不对 前面那个拿那个手机的 是在北农期间 非常感谢碧鲁姐 为我的照顾 大家都知道 在北农那段非常辛苦的岁月 所以在最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多浮云犯的事情 那鞋潮流云墙 应该是科V在里面 然后用电极棒在电 对啊 你看他在讲说 很辛苦 这个时候 你太尴尬了 真的是发挥 他的 友善的 不是 他讲侯友鱼 他是不是卢秀燕 卢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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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讲侯友鱼 我这一辈子会 我会不乱来 我为什么要把侯友鱼 他说不是这样做 你要小心 自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边道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一直 在那个伸出温暖的时候 其他人喜欢蔡秀燕 秀燕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 非常温暖 非常善良 大家看他的立法院 很强悍 做部分对立委 但是我们在疫情三年期间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大家怕得不得了 你为什么怕 因为 怕得感染之后 不敢回家 所以很多医护人员 都住在医院里面 我们蔡秀燕是立法委员 然后呢 他自己在立法院修备期间 他又重新穿上护士衣服 赶到医院 跟他往日的同事在一起 帮助这些新冠患者 所以我觉得蔡秀燕 他的灵魂呢 在呼唤他 他的良知 也在呼唤他 他知道 他一定要在第一线 跟病患在一起 即使他是立法委员 他不敢忘记 他的责任 我们帮蔡秀拍拖一下 真的不简单 一个人不忘本 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根 一个人知道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那这次蔡秀燕在海县来选 清水 是我爸爸妈妈 从大陆来台湾第一次来来 就带了清水 然后呢 那个时候挣扎 姓蔡 我爸爸妈妈就跟他们租了一个小房间 一下子七十多年过去 所以我们家跟清水 也有很深厚的感情 这是我们全台湾第一站 今天多来海爽 又看到我们张议长 也在这边 哇真的非常高兴 兄弟两个 都是很性情豪爽的个性 我们也帮张议长泡泡 谢谢议长 谢谢议长 亲爱的详情 这一次我们必如 蔡秀燕大姐出来选 哪个都知道 你看看 困难到什么程度 一上台 连麦克风都没有电 代表她财政啊 财务非常困难 我们帮助这个小虾米 打拨这个好吗 耶 全力支持全力相抵 现在还先相信 蔡秀燕大姐 很多很多政见 你哪有的你给你看 但是有两条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将来廖伟祥选上 韩国瑜进到立法院 我们全力配合蔡秀燕大姐 有两条最重要的政见 其他有很多很多我就不讲 要发财先修路啊 要赚钱 先修路啊 蔡秀燕大姐 第一个政见 就是从台中火车站 赶快捷运蓝线 直接打到台中港 到雾七 大家发购 这条蓝线要是修好的话 各位亲爱的清水雾七 这些乡亲啊 这个将来是不对的 捷运到哪里 繁荣就到哪里 所以蔡秀燕已经看到了捷运蓝线的重要 这一点 我们一定会全力协助她 第二 以前我们台中南高苗栗 婚林 中华空气非常好 自从台中火力发电厂设立之后 一看我们的超顿 对着玻璃的 大家都说我们现在这个空气啊 越来越差 所以蔡秀燕跟卢先生市长 都希望中火 在二零二九年的时候 能够停止再烧煤炭 也就是六年之后 现在肺腺癌死亡率啊 已经是全台湾第一了 很多人的肺部不抽烟了 即使人把脚粉都得到肺腺癌 所以这个空气的污染啊 我们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 所以台中火力发电厂 不像台中而已 我们到底温年 现在空气到沟溪那边 也是越来越差 湖里是全台湾空气最香甜 风景最美的 现在空气也很白 所以台中火力发电厂 蔡秀燕希望在六年之后 我们就不要再烧煤炭 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让廖尾翔韩国瑜全力行出蔡秀燕好不好 好 亲爱的海鲜兄弟姐妹 给蔡秀燕有一个机会 你做得很严重 很怕病 我们已经给了民进党三四年了 大家都了解 过去支持民进党 都是看重了清廉 群政 爱相同 现在的民进党 你自己听听看 贪污腐败这么严重 你贪污的钱是全台湾老百姓的钱 你怎么可以外交呢 你喜欢钱OK 你爱钱OK 你喜欢抱着钱OK 其实你去做生意啊 你为什么要污染政治呢 所以 连民进党自己的创党大佬啊 都受不了啦 你看许国泰 他哥哥是民进党党主席徐姓良 他现在说什么 许国泰八十岁 他现在说民进党怎么 贪污腐败到了无法无天 亲爱台中乡亲 我们四年只有这一个机会 我们投错了 选错人 我们就继续等四年 所以侯友宇总统 以及韩国瑜 廖伟祥 我们都一定要坚持恢复特征组 特征组就只办大官 不办小官 部长贪污 立法委员贪污 院长总统副总统贪污 就是特征组来办 将来我们进到立法院 我们其实是党派不同 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 对吗 对 海鲜的兄弟姐妹 把握这四年一次的机会 让蔡壁如代表我们海鲜 站在立法院 他一定会是认真负责的 我们愿意全力协助他 在这里 我喊蔡壁如 大家喊豆蒜好吗 好 我们蔡壁如的手好温暖 蔡壁如 豆蒜 蔡壁如 豆蒜 冰乳 豆蒜 豆蒜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 韩国瑜市长 支持韩国瑜 票投蔡壁如 翻转海鲜 必须实现 那由我们叫韩国瑜市长 特别牵着我们蔡壁如的手 我们跟大家强力推荐 我们翻转海鲜 势必实现 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韩国瑜市长